Hello 歡迎大家回到 Mixed or Desk Music Production 我是Robin 今天這條短片要看一下一個經常會出現在你音樂裡面的一個樂器 就是鋼琴 鋼琴來說都是我們特別華語的音樂來說 都是老師上出現的一個樂器 經常會在大家的流行曲 或者甚至乎自彈自唱的一些場合 都會出現的鋼琴 今天要看一下怎樣可以令到你的琴聲 可以變得比較真實 或者可以變得比較生動 或者又好聽少少的 講到錄琴聲來說 如果現在錄音都必定會用到一些虛弦樂器的琴聲 而每個音樂製作軟件 買的時候一定會有送一些Stock Plug-in 裡面是有琴聲的 通常錄琴如果你用回那些聲音 其實都很足夠了 用回Stock Plug-in的琴聲 現在我用這個Protuse 我用過我的Stock Plug-in 就是Mini Grand這個琴聲 這個琴聲都OK的 音樂製作軟件 聽起來不是太差 亦是挺好聲的琴聲 之前我都錄了一段仔 一些cover song的琴聲 不說什麼歌 可以聽一下這段音樂 先試一下 對啦 錄的時候 也是盡量彈得好 還有少少的dynamic 即是有些大小聲 都可以令到你最尾出來的琴聲 可以比較真實一點的 好 來到今天的戲肉 以下下來有幾個方法 可以令到琴聲更加好聽 第一樣東西 就是用到EQ 在琴去用EQ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個one size fit all 或者叫做一枝竹打沉整條船的一個工程式 來做鋼琴的EQ 很dependent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的鋼琴 這首歌的角色是什麼 如果你的鋼琴在這首歌裡面 只是有鋼琴和你把人聲 沒有其他音樂的 那麼那個EQ 和你可能有鋼琴 和一個Full Band 有太鼓啊 Bass啊 結他這樣來做 有個琴聲 那個EQ的調教 都是很不同的 另一件事就是 你的首歌的感覺是什麼 究竟你首歌是慢歌啊 或者是善情一點點 或者是emotion一點點 還是真的很rock的 或者是你全部彈了這些Block Chord 去做一個節奏 兩個的EQ也是不同的 首先就是如果你的鋼 譬如這首歌 我只有一個鋼 沒有其他音樂 這樣的時候 我怎樣做呢 其實如果只有一個鋼的時候 你那個EQ的分佈 應該就是所有的frequency 無論低頻或者高頻 都應該是有聲音的 那麼 例如這樣 如果我只有一個鋼 我可以在低頻那裡 可以加多一點點 因為沒有Bass 沒有Kick Drum 這樣 用那個Q 可以沒有那麼 Steep 沒有那麼斜 這樣 可以在這裏 大概這個位置聽一下 你聽到那個低頻 或者左手邊的低音 那個感覺是特別出來的 但是如果譬如你這首歌 真的跟其他樂器 一起去彈的 有Bass 有Kick Drum的時候 可以再過濾一些低音 例如這樣 你聽起來好像是薄了很多 你只聽到那個琴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你這首歌 有其他的樂器 特別是Bass 和Kick Drum 或者吉他 都是有些低頻 所以 如果在這個時候 就要過濾了一些低頻 另外就是 譬如你這首歌 是不同的感覺 你想陰沉一些 悲傷一些 一些不開心的 你可以 放下一些高頻 聽一下 那 感覺是怎樣 對 你聽到 其實整個感覺 是更加不開心的 好像下雨 聽一首歌 自己一個人 所以 這個EQ 其實都很影響到 整首歌的感覺 是怎樣 你這首歌究竟是開心歌 不開心 快歌 慢歌 都會影響到EQ 如何調教 而且當這首歌 只有鋼琴 沒有其他的樂器 看看我怎樣 來調教鋼琴聲 首先就是 在低頻那裡 可以加一些 聲音 另外就是 很多時候 一些 琴聲 特別我知道 我自己在用這個 Stop Plug In 在大概 中低頻的位置 會有一些 Boxiness 好像在箱裡 聽聲音 有一些 嗡嗡聲 在這個時候 可以找到 Frequency 之後 減低它 減低它 來調教 不要那個 嗡嗡聲 可以令到 琴聲更加清楚 嗡嗡聲 另外就是 剛才說過 鋼琴的感覺 如果我真的想這首歌 是OK的 是開心些少的 可以 在高頻那裡 再增加一些 Frequency 令到整個 Piano 的高音 更加清脆些少 或者更清楚些少 對了就是這樣了 如果大家不太認識 如何去EQ 按鈕 或者顯示 或者如何控制EQ 呢 我有一個免費電子書 送給大家 可以免費下載 下面有個連結 就是關於EQ的電子書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明白EQ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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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mpressor 很多時候我們彈琴的時候 有時候會太過dynamic 有些低音 或者小聲的聲音 彈了下去 太小聲 或者大聲 太大聲 那個分距會很大 有些Stop Plugin 它可以給你調教dynamic 即是如果你的Dynamic 這個Response 比如這裡 這個Minigran 有一個Dynamic的這個按鈕 如果是較高一點的時候 那個大小聲的分距會更加大 令到你聽起來的鋼琴聲 會更加有Dynamic 但是呢 不是說每一個Stop Plugin 都可以給你調教dynamic這個按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彈到那個琴聲 又真的太過Dynamic 太過高低起伏 太大 有時候加上人聲 或者加上其他的聲音 或者樂器上去 你真是小聲的地方 你聽不到那個琴聲 那怎樣做呢 可以加一個Compressor 那首先呢 加一個Compressor 用一些Stop Plugin 免費一些 come with你那個 音樂製作軟件 Stop Plugin 那首先呢 如果鋼琴來講 因為呢 按下去那一下 那個聲音 是最重要的 跟著它那個Sustain 的聲音 即是延長一點點 那我們想延長的聲音 如果想大聲一點 還有一些小聲音 那怎樣做呢 那鋼琴來講呢 我會用一個比較長一點的 Attack Time 因為呢 按下去的時候 按下去打 就是那個琴 你知道那個琴的原理是怎樣 那個琴打下去 那條線那裡的聲音 是要很清脆 不可以來去Compressor 會很假的 待會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的Attack Time 是太小的時候 那個聲音 會變成怎樣 那現在暫時 調一個多高 或者多長的Attack Time 那可以一路 就是 Compressor 要一路播著 來調教那個Flash Hole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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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幫助那件事是很小的聲音,特別是第一顆音,中間後面都有一些細聲的聲音 會變得比較清楚,不會高低起伏,或太大 雖然之前我都說過,如果錄琴的時候,希望有少少的彈琴 但如果太過彈琴的時候,有其他樂器或人聲唱得大聲的鋼琴會不見 所以就是這樣,如果我用一個比較短的Attack Time,你聽一下分別在哪 對,你聽到一彈下去,特別之後這幾顆音,大聲的幾顆音 一開始會變得很扁平的聲音,會比較不真實 所以剛才是比較長一點的Attack Time,都會適合一點 即是那個Compressor,如果它的聲音彈下去,等多一點時間才能去壓縮 可以保留鋼琴,打下去的聲音,敲擊那一刻的真實性 又是,如果大家對Compressor不太知道它的掣,或者用途,用法是甚麼 我都推出過一本免費電子書Ebook,送給大家的 下面有連結,進去登記,就可以下載這本Compressor 即是壓縮器入門的這本電子書,免費送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加明白Compressor 好,第三樣東西,第三樣東西會加的就是Delay,或者叫Echo 即是一些延遲的聲音 很多時候聽到琴聲,我們不可能是一個一望無際的大平原 可以聽到琴聲,我一定會在房間裡面聽到琴聲 在房間來說,我們一定會聽到一些反彈的聲音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Delay來模擬這件事 首先也是,在insert那裏加一些Delay Plug-in 用一些Stock Plug-in 我就是用到這個Protuz的Stock Plug-in Stock Delay Plug-in 這個Delay Plug-in,第一樣我們去做的事情 我自己通常都會在pre-set那裏,找一個叫Snap-Back Delay 它會有一個非常短延遲的聲音 通常在pre-set那裏都可以找到 就是這個Snap-Back Delay 按了之後,這個Snap-Back Delay 最主要的Delay Time 延遲的聲音是很快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是在50ms 就立即有Delay的聲音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這些Delay Plug-in 有一個Mix的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調教Delay的份量 最多、最濕或最濕的就是Delay的聲音 Dry就是完全剩下本來的聲音 譬如我調教到50ms 你會聽到,原本的聲音和Delay的聲音 是一樣的大小聲 你應該會聽到,原本的聲音 跟著50ms之後 又有Delay的聲音,馬上出來了 那個大小聲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聽到很奇怪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一邊播放 一邊調教這個Mix的按鈕 嘗試令到Delay的聲音 不是太突出,不是太明顯 但是,都是聽到有反彈的聲音的感覺 對 另外就是Delay Time 如果你的Stop Plug-in Delay Plug-in 可以讓你分別調教左邊和右邊 出來Delay的聲音 我也喜歡把其中一邊的時間 都會稍微長一點,或短一點 總之,跟另一邊有一點不同 可以令到聽起來的聲音 可以有更加闊 更加立體一點的感覺 對,另外一件事就是Low Pass Filter 這兩樣都是EQ 調教Delay的頻率 用這些Delay 或者之後我們用到這些Reverb 如果可以調教EQ 也可以去過濾一些高頻 可以令到它和原本的聲音 會有一點分別 但也不要太過濾了 可以先聽著 對,如果延遲的聲音也是這麼高頻 如果原本的聲音也是這樣 很可能聽起來 都會聽不到的分別 或者就算Delay小聲了 都會影響到原本的聲音 所以我自己喜歡 都是下一個Low Pass Filter 即是過濾一些高頻 可以聽起來 那個Delay 就不會太過突出 太過明顯 這個就是用Delay 在鋼琴上面 最後一件事會用到 就是一些Reverb 或者叫做殘音、回響、回音 這些聲音 也是在Inside那裡 加上一個Stock Plug-in 這個也是一個Stock Plug-in 免費的 Gun Pro 2送的 在鋼琴來說 我自己喜歡用一個 叫做Plate Reverb 這個Reverb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有不同的層 Reverb可能都會包括一些Delay的聲音 但是Plate Reverb的尾 就會很圓滑、很長的 可以調長一點點的尾 Decay 就是Reverb的聲音的長短 另外就是Mix這個鍵 一樣 如果是100%Wet 100%Sup的時候 你會聽到 只有回音的感覺 完全沒有了原本的聲音 沒有了琴聲 只是一個房間的聲音 都是啦 一直彈著 一邊Play著 一邊調整這個Mix這個鍵 令到它的聲音 是有那個 原本的聲音大聲一點點 也是那個調味 調整過份量 對了 亦都很視乎你自己想這段琴聲是甚麼感覺 如果你真的想模擬一個很空曠 或者是一個很自己一個人的感覺 那可能你的尾 那個Reverb的尾 或者是那個Mix 可以大一點點這個Reverb的聲音 如果你真的不是這樣的感覺 你也想像是 嘈吵一點點的 一些多人一點點 在那間房間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那個Reverb的聲音 沒有那麼大沒有那麼長 或者比例沒有那麼多 所以那時候 你可以再調整這個Mix 來調整小一點點 另外一件事 也是在EQ那裡 也可以剪掉一些高頻 也都不用太過尖的 這些回音的聲音 也都可以 令到你的Reverb的聲音 也都不會阻礙主音 即是原本的琴聲有發展 可以聽一下 對了 這就是這四個手法 可以用整個琴聲 可以變得更加真實 更加好聽一點點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完全關掉 剛剛加了這四項音 以及待會再開著 看看聽一下聲音 有什麼分別的 好 整個琴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如果你加了那麼多音樂之後 你再彈那個琴 也都會有回你之前所加的 所有的Effects的聲音 可以繼續去製作 或者錄你的歌 這個就是 怎樣令到你的琴聲 可以更加真實 更加好聽的一些方法 希望今天這條短片 可以幫助大家 做自己的琴聲 無論是你錄你自己的歌 甚至乎你自己 自彈自唱 做一些cover songs 你都可以 可以令到你的琴聲 可以更加好聽 更加真實 更加立體一點點的感覺 那之前所說的兩本地址書 在下面都有連結 另外我也是有一個 免費的課程 免費的online course 是講音樂製作的 超新手課程 都是給一些 完全未試過自己 來錄音 自己在家製作音樂的朋友 有些什麼的器材 或者知識需要知道 下面都有連結 進去可以登記 看看如何免費報讀這個課程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的留言板 告訴我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多謝了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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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